好 另外昨天晚間萬華有一位朱信貫妾 他鎖定了新開的彩券行 明目張膽稱店員在為客人做介紹時 就偷走店員放在置物櫃上 價值三萬多元的手機 警方獲報發現這名貫妾 時常走到一旁的狮子林大樓行妾 讓業者不堪其擾 目前已經掌握到他的行蹤 希望盡快查起導案 彩券行裡老闆娘專心為客人介紹 全部人的注意力都放在場面上的彩券 精跳戲學哪一張會中大獎 四號沒有注意從大門口走來一名 戴眼鏡右手肘包著紗布的黑衣男 鬼鬼祟祟在後頭東張西望 伸出左手迅速摸走置物櫃上的手機 殊不知犯行全被監視器拍下 然後他就是好像趁他在忙 因為他好像我背對他都有死角 然後結果他就趁他不注意的時候 就是順著 因為他那個手機剛好放在這邊 如果我要去附近或是上廁所的話 我會放在那個櫃子 然後因為這邊會有那個鑰匙 可以鎖起來 被害人三萬多塊的手機不見心急如焚 下班後馬上報案 近海發現竊賊囂張 闖入他的網路商城大肆血拼 因為他沒有射密碼 所以他可以直接解鎖的 裡面有那個什麼蝦皮吧 去購買 就是去上網下訂單 欠案就發生在27號晚上9點多 台北市萬華區 心裡藍路上新開的彩券行 警方追查32歲 租信嫌犯是竊盜慣犯 時常潛入一旁 是紫玲大樓行竊 最近一次今年三月初 就偷了店家現金一萬塊 過往還偷了娃娃 公仔皮夾等 已經入網十幾次了 還是死性不改 你會不會擔心 當然會啊 就是手機都擺在桌上 對啊 如果說客人來 我們也是看一給一 你要看第二支 我就先收下來 再換另外一支給你看 是紫玲大樓業者提心吊膽 只能看緊自家櫃檯 就怕一部流神桌上 貴重商品全被掃空 不堪其擾 警方目前已鎖定犯嫌 後續將查期到案 朱信嫌犯屢屢順手牽羊 算是當地派出所的場客 警方這回也摸拓他的行蹤 持續追捕 準備再送他進警局 好好反省 記者林明晶輿論委 台北三部報導